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体育报业总社联合咪咕前方报道团记者杨瑞奇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来看到这边 这边我身后亮灯的地方就是在今天晚上七点钟将要进行 女子自由式空中技巧资格赛的比赛场地 那么这个比赛呢在早上有消息称 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将要被推迟 但是目前呢比赛还是在正常的进行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巨大的幕布呢 这个幕布就是为了为运动员们来阻挡风势 那现在这个血势还是比较的大 但是因为场地的这个设置呢 目前运动员还是可以在场地当中照常的去进行训练 照常的去进行比赛 那在今天晚上的这场资格赛呢 中国空中技巧女队将要派出徐梦桃 孔帆玉以及00后小将少奇来进行这场资格赛的比拼 那对于他们三人来说 今天晚上将要进行两轮资格赛 在第一轮资格赛过后呢 将有六名排名前六位的选手进入决赛的争夺行列当中 在第二轮的资格赛还会再产生六名选手来进入资格赛 总共会进入决赛 总共会产生12名选手来进入决赛的比拼当中 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三位女将能够全员晋级 能够平稳的发挥安全的比赛 那在这里我们的现场报道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